Hello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大家常菜 番茄鲁鱼 首先我们准备鲁鱼一条 将鱼敲韵之后去除鱼鳞和肋脏清洗干净备用 同学们选择鲁鱼的目的是刺手 更加适合老人和孩子 在清理鱼腮的时候 同学们可以用毛巾垫着防止伤手 下一步我们开始改刀 首先将鱼从中间片开 把鱼骨头剁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然后将鱼片片成薄片备用 不会的同学可以交给热心的摊主来处理 下一步我们开始清洗 首先在鱼骨和鱼片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抓洗一分钟 这样的目的是去除鲁鱼的血水减少腥味 最后加入清水将鱼骨和鱼片清洗干净之后 捞出挤干水分备用 下一步开始腌制鱼片 碗中加入食用盐一克 加入少许胡椒粉 加入料酒五克 然后再搅拌均匀将调料吸收 拌匀之后再加入少许的蛋清拌匀 加蛋清的目的是让鱼片更加的嫩滑 最后加入适量的干淀粉搅拌均匀备用 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番茄一个切成薄片备用 加番茄的目的是增加鲜甜味 准备豆芽一小把备用 准备王刚排番茄火锅底料80克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 滑好锅之后将鱼骨下锅煎至两页金黄 鱼骨经过煎至之后可以有效的去腥增香 将鱼骨煎香之后倒出备用 锅中再加入少许的底油烧至五成热 然后再加入准备好的番茄底料 开中小火炒香炒化之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同学们清水的量可根据容器添加 然后将煎好的鱼骨下锅开大火烧开煮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加入准备好的豆芽和番茄片 然后转中小火将辅料煮至断生 辅料断生之后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食用盐一克 加入少许胡椒粉 调好味之后将鱼骨和辅料捞出垫底 最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依次下入锅中 开小火将鱼片烫熟之后捞出放入碗边 同学们需要切记鱼片不能煮太久 否则不嫩 然后将剩余的汤汁开大火烧开之后倒入盆中 再撒上适量的葱花 最后在锅中加入适量的葱花 要烧热之后拖到椅边上面即可 一道非常美味的番茄鱼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番茄鱼的技术总结 第一 同学们最好选择炉鱼 因为刺很少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 第二 加入番茄汤底之后不需要太多调料 只需要加入食用盐和胡椒粉即可 第三 辅料可根据个人口味添加 没有任何限制 第四 番茄汤底和普通的番茄酱不同 它是在番茄酱的基础上改进而来 所以不能直接用番茄酱代替 最后同学们也可以在我的小店购买 番茄酱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